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那今天是這一週的一個開端 那小路現在這地方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心 都能夠操作順利 那現在大盤指數呢 其實早盤的時候上衝下洗 其實今天在上半場的時候 我在12年以前 台股的這個台子旗的一個大戶成交籌碼 都是比較屬於偏空的狀況 所以其實你說要拉抬 基本上都會有賣壓被灌下來 所以早盤基本上在五盤之前 都是上衝下洗為主 那10點之後呢 馬上就有一般賣壓往下灌 灌壓之後尾盤這地方 紅海有一定的撐盤力 洪家軍的部分 大還有什麼台積電翻紅 台積電早盤其實蠻弱勢的 那台積電在尾盤的時候往上拉抬 搭配什麼搭配我們的聯發科 搭配我們的聯電尾盤 導致他出現一個大漲的狀況 中場上漲了93點 漲幅來到0.6個百分點 成交是3,235億 創下歷史新高 這個盤基本上目前的指數的 乖離率 如果你去看乖離率 你一定會嚇到 因為乖離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盤就是45度角 一路每天都在創新高 那每天都在創新高之際 今天上漲加速577加 431加下跌 基本上上漲加速還是比較多 18加漲停2加跌停 那盤當然還是比較偏多的一個架構 那基本上等於在帶技術線圖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一些重點 我們現在看今天的盤面 今天盤面上航運的類股 又是表現比較強勁的 像是什麼 像是萬海 像是長榮 陽明 今天表現都還不錯 當然這類型的個股短線都有漲多 上個禮拜兩根跌停板 已經讓很多的投資人 基本上就是賣掉 會嚇死 那短線跌下來 基本上兩天又快漲回去 兩天會漲回去了 航運的族群 基本上他的一個業績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旺 當然昨天或者是上一周 那兩根黑黑棒掉下來 大家一定非常恐慌 有些人說要放空 有些人積極一點 可能想要放空 但必須跟大家報告的是 那個趨勢都沒有結束 各位 我們等一下帶各位來看技術線圖 那個就是多方趨勢 你去放空絕對會受傷 你只能拉回找買點 我如果你想操作的話 你只能拉回找買點 但你說40幾塊50幾塊的長榮 還有沒有操作空間 我認為還是有的 我認為還是有的 他合理價格 我認為還有一點肉可以吃 但是這個地方 你說你要去追價 我認為風險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他已經在天上了 各位他已經在天上 買點就不是這麼的容易把握 或者是買點就不是這麼的漂亮 所以這類型的個股 或許你可以去參考他現在的走勢 但是你不見得正當積極 跟大家一起去搶股票 不妨在現階段震盪之際 你可以做一些資金上的卡位 等一下給各位一點提示 那基本上除了航運之外 半導體電子零組件 這地方就伴隨著這個台積電 還有聯發科 繼續往上攻擊 這基本上這個族群 目前還是呈現一個多方輪動的狀況 但是下跌的族群也是非常非常多 今天像紡織造紙 跟這個副beta的生技 也是一樣疊得比較慘一點 游電燃氣也是一樣 有比較明顯的拉回 其餘來看的話 鋼鐵也是短線有點漲多 不過鋼鐵的漲價的趨勢 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這個應該只是短線的拉回而已 至今今天比較在拱 這種傳統的電子骨 那來看技術分析來看的話 這個線圖 各位線圖當然在右上角 再創歷史新高 這個跳空缺口沒有回補 繼續往上攻擊 那今天亮能各位去注意囉 今天創歷史新高 亮能沒有同步創歷史新高 這個地方就會有 加量貝離的疑慮 這第一個要小心的重點 不是說大盤要轉空 要大跌 當然還沒有 只是你要小心的是 這個地方價格創新高 可是成交量沒有跟上來 這裡有加量貝離 就是說價格創新高 但是追買的人好像沒有這麼的多 代表說這裡有加量貝離 有一個拉回的契機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你從技術面的觀察後 你會發現我們的季線 60日的WMA 如果你是看加權季線的話 是14231 目前在15557 各位這1000多點的 乖離率 1000多點的乖離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導致目前的台北股市 還是隨時會有一個震盪拉回的機會 還是會有隨時會有震盪拉回的機會 因為乖離過大 都會有物極必反的可能 所以這是第二個 可能要請各位投資們留意一下 有可能有拉回契機的一個重點 這是兩個 第三個訊號出現在籌碼面 等一下帶各位來看 加上指數部分 你說它是什麼格局 各位這當然是多方格局 這不用去質疑 它絕對是多方 只是短線漲這麼多 你要跟著去追在天上的股票 我就會認為 你可能要控制好你的持股風險 因為隨時會有一個回馬牆出現 貴買的部分來看的話 今天一樣上衝下擊 中場是上漲一個百分點 成交上是926億 又是一個爆大量的狀況 創下13年來的新高 那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漲一個百分點對不對 可是上漲下的加速 今年快快一樣 竟然快要一樣 所以這個盤 這個盤你要特別小心的是 它是採取一個輪動的狀況 你千萬不要去看到 長紅的記憶體 趕快追進去 漲了588塊漲停板 追進去 或許還有高點 但是你冒出的風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與其這麼操作 你不妨去思考投資的思維 等一下帶各位來去做思考 今天盤面上半導體跟電子通路 跟電子股算是表現比較強勁 也是跟上市一起去漲這一塊 貴買指數基本上 之前有收一個黑K棒對不對 這根黑K棒 小鹿說什麼 過他就代表換手成功 因為那天是爆大量的 那天成交量是888億 今天除了過高之外 過錢高之外 他的成交還放大到926億 代表說這是一個成功的換手 成功的換手代表後續有機會續推 所以指數方面 我認為OTC目前還是一個多方架構 加權指數當然也是一個多方架構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短線長多 短線長多就是他們的一個引誘 如果你有持續關注我的節目 你有持續關注我的話 你應該知道 我很喜歡看這個指標 叫多空投排列加速指標 他可以快速的幫助我去辨識 目前盤面大部分的股票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就是你去判斷 行情跟盤面整體的氣氛 能不能順利轉強 或者是目前其實只拱全肢股 大部分的股票沒有在動 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看這個 好我們現在觀察一下 各位指數創歷史新高嗎 我們來看這個短均線多投排列加速 小鹿今天特別把圖放大一點 讓大家看得更仔細一點 好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這個地方多投排列加速 在行情創歷史新高之際 紅色是短均線多投排列加速 各位有沒有發現 怎麼越來越少加 各位有發現嗎 怎麼越來越少加 在短線上最高的這個多投排列加速 是佔盤面的49.34% 數字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多投排列加速只剩37% 短短幾天指數都創歷史新高 但是多投排列加速 竟然掉了12% 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個地方 外資 甚至說主力 有一點 拉指數 初中小型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當然 全資股在漲沒有錯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 如果你沒有操作全資股 你不是操作那種大桶型的股票的話 這個地方你還是特別小心 再來 空投排列加速 從最低的15個百分點 拉高到26個百分點 增加11%的短均線 空投排列加速 這你要小心 其實既然都一直創新高 可是旁邊架構如果跟不上 隨時就醞釀拉回 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當然 如果你看長均線來看的話 多投排列加速持續續降 這沒什麼太大問題 也就是說 目前的台股 旁邊架構是一個長多短空 長 應該不能說短空 應該說長多短線收斂的狀況 這短線的多頭有點收斂 所以隨時會有個量縮拉回的契機 所以量縮拉回 你就要再度把握上車的機會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台北股市當然是一個多頭架構 這無庸置疑 只是 你要不要去過度追價 這個就是每個人的思考邏輯不一樣 我的思考 我不要 我不要過度追價 我反而去買那種平台整理過後的 第一根紅K棒 平台整理過後 反而是有 營收不錯 有理財的個股 有那個 你才會安全 你才會安全 而不是 看一檔個股 長了8% 10%你去追 或許還有高點 但你的風險真的冒比較大一些 OK 給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我們剛剛已經講完了這個大盤的部分 所以大盤也給大家一個結論 那就是目前短線是多頭沒有問題 只是請你留意 所以是會有震盪拉回的契機 好 那我們來看看在籌碼部分 所以當日籌碼數據還沒有出來 但是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外資的現貨持續在買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Option 選擇權的部分 還是持有偏多的一個倉位 問題出在什麼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期貨奇怪 這期貨已經來到一萬五千口的空單 一萬五千口的空單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各位 如果他真的要全面看多台北股市 他可以選擇權做得多 他可以期貨留多單 他可以現貨繼續買 可是他並不這樣做 你要去思考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這樣做 所以前面我們提醒大家 兩個拉回的機會 對不對 就是短線漲多 乖離率過大 爆大量 再者 短線的多頭排列加速的架構 開始做收斂 再者 盤面的期貨 外資期貨的空單 留的是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盤面的警訊 這個就是盤面現在的狀況 1月14號 本週1月14號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台積電法說 台積電在法說之前已經拉了這一段 接下來法說那個行情就很重要 如果他法說會說出來的內容 沒有比市場預期來的好 就會大跌 大家聽一次 如果他在法說會繳出來的內容 是比預期更好 當然台股會續噴 但是如果他繳出來的這個內容 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台積電的賣壓就會出來 因為他乖離也過大 修正一下 不符合市場預期 修正一下也是合理的 所以在接下來 1月14號那一天 我認為波動會加劇 所以請大家特別留意 自己的持股風險 千萬不要用最高的方式買股票 你買在平台支撐 買在平台相對起漲位置 你就會比較舒服 你也比較安全一些 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好 那看一下盤面上的強弱勢骨的族群 今天盤面上的強勢骨的部分 當然包含了什麼 有一些車用電子 或者是被動元件的部分 今天表現也很亮眼 像玉邦 我這個玉邦非常非常強勁 彈直電容 還有像是什麼呢 像是在 琴凱 琴凱這個 這也很強 這被動元件 這也是被動元件 那還有像什麼 利基 羚羊 羊羊是屬於比較車用的 的IC 車用的低價IC 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機器也相對低了一些 立即往上攻 DRAM的實權往上攻擊 當然最主要是誰帶動的 群聯 各位群聯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們老闆自己出來說 今年鼓勵至少22塊錢 那22塊錢 各位 DRAM目前價格又在漲 這22塊 這指令率這麼高 當然往上噴 其餘的來看的話 車用的像是車王店 這也是一樣 有買盤繼續往上推 那比較強勢的 還有像是特斯拉的相關供應鏈 飛鴻也是 還有充電站 概念股 穩帽 今天PA三雄也蠻強的 他也是洗了一陣子 不過 洗了一陣子是紅捷克 穩帽都算是相對強的 慢慢推 今天盤中我記得有亮燈掌平板 PA組群也是一樣 非常非常強勁 那基本上 車用的部分 都是一個中長線 目前看好的狀況 那銅價 低銅 這我記得之前也有學員問過 低銅 有沒有機會過30 有啊 銅價目前需求就是這麼強 當然它的走勢 你不用看它的營收 它營收基本上沒有意義 這種 原料的個股 你一定要看報價 你看那些目前的營收 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 其餘來看的話 這也是沉疾一段時間的雨沾 這個記憶體的部分 所以記憶體我認為都可以留意 我記憶體都可以留意 還有其他像是什麼呢 像是 平安這也是記憶體啊 這也是記憶體 其餘來看 零星個股點火 零星個股點火為主 星星 航運星也都有反彈 長榮也是萬海都是 OK 看起來還不錯的 有族群星在領盤 那弱勢股的部分呢 弱勢股來看的話 基本上遊戲股今天賣壓比較強一點 今天賣壓真的比較強 像是在辣椒的部分 或者是橘子的部分 今天來講都有一定的賣壓出來 還有其他像是短線漲比較多 或者是短線有問題 各位掏地這種不要去碰 這就有問題 這就有問題 就不要碰它 或者是很投機的 像那種天羽啊 都投機型的啦 投機型的股票 還有像是 什麼韋聯 這好像有人在做 只是一樣投機 這是非常投機的股票 其餘像什麼冠軍 這種都不用碰它 浩鼎這種生技也是 盡量都不要去把資金 parking這類型的個股 你風險很大 口罩的康納箱 各位口罩也不用碰了 口罩我記得之前有人問過 有一次康納箱彈起來 我是不是說來到60WMA就走 那是最漂亮的位置 現在全部都疊下來了 所以基本上不要去碰這種個股 我不要去碰 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 其餘來看的話 車用目前特斯拉供應鏈 還是目前盤面的一個亮點的族群 但特斯拉供應鏈 或者是電動車供應鏈 我們今天其實有卡位掌新的個股 好 來跟大家做一下說明好了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把什麼 把星星正文都獲利放口袋 對不對 我們卡位一檔新的台積電大聯盟 我們卡位一檔台積電大聯盟 那檔台積電大聯盟 上周大家從來比率大幅度增加的 特定的法人也持續在買 今天收在最高點 今天收在最高點的位置 他創下在去年9月份以來的收盤價新高 各位他創新高了 他創收盤價新高 接下來他目前位階不高 而且經過一段整理 我認為接下來他是很有表現的空間 他是很有表現的空間 所以台積電的相關的供應鏈 我是持續看好的 再者今天我們盤中 有四季經常卡位的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基本上他題材也是非常多 目前的單子2021年是全滿的 2020年是全滿的狀況 再加上什麼 他有電動車的題材 他有電動車的題材 經過一段盤整的整理 今天拉出D跟紅K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因為特定的大咖 我看到好幾個大咖 都在買這個族群 各位他不是單買這檔個股 是買這個族群 所以這族群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他也是有漲價的題材在 所以今天我們進場做一個卡位的動作 所以接下來盤勢繼續在高檔震盪 甚至繼續往上推都沒有關係 我們手中的個股 你一定要有投資的思維 你只要知道你的個股 你手中的個股 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他的基本面如何 有紮實的獲利能力嗎 有沒有特定的主力反而在顧 如果有的話 類股輪翻上陣之地都會輪到的 都會輪到的 你這樣子操作起來 你這樣抱起來你才會安心 而不是去買一些很投機的股票 或許你短線上有賺到錢 但是你別忘了 做錯邊那種波動度都會直接掉下來 那會非常可怕 所以我的操作風格 基本上在15000點的歷史高檔盤 我都希望帶領學們 用安全的投資的方式 把資金parking在真正有紮實獲利能力的個股 我相信這樣抱起來也比較安全 我相信大家抱起來也比較安心 它還能夠兼顧到你的安全跟獲利 我認為這才是對的操作 這是我的操作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那我們趕快來回答一下大家的持股問題 好 今天學雲我們的精神學員 也有一些持股上的問題在詢問 小路稍微看一下下 緊碩有沒有機會看錢高呢 各位ABF載板三雄包含了星星 包含緊碩包含南電 緊碩目前漲幅比較落後 比較落後 但我認為他可以 我認為可以 ABF載板基本上需求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非常非常旺盛 那基本上這個產業就往上推 往上推 外資投信這基本上都不離不棄 往上推的機會非常非常高 我認為錢高是有機會挑戰的 所以你防守好 我這裡圖上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沒有跌破狀況之下呢 3189的緊碩 我認為是OK 安全的標的物 好 還有學員問到的是3042的經濟 經濟怎麼看待 各位 經濟是十英元件的極優生 這兩個股我認為沒太大問題 5G十英元件就要看他了 那基本上經濟極優生 那外資投資在上週都有在做一些佈局了 那股價也開始轉強 暫回所有的WMA之上 防守好這個平台大量成交區間 錢高有機會來到 我錢高是有機會來挑戰的 好 還有像是 我看看 6223的旺系怎麼看待 探針卡也好久沒動了 探針族群 基本上之前有一個 往上推的股 他叫6217的中探針 中探針往上推兩根漲停 這樣掉下來洗一下而已 中探針這種探針族群好久沒動了 所以今天資金流到什麼 之前探針還有長誰 還要漲6683的雍智科 對雍智科也拉起來了 所以旺系跟著被帶上來 合情合理 因為他有掀起這個比價效應 大家會去想 有沒有比較低價的探針的股票可以操作 有 6223的旺系 旺系這檔個股基本上 他的營收狀況是非常好 他是營收是有在成長 他是一檔好公司 外資都有在第一檔做卡位 投信這裡之前買的一頭拉庫 也都沒什麼出 他也都沒什麼出 代表應該是看好後續的表現 623旺系 我認為有接續推 你就防守好大量成長期間 而且他的位階這麼低 各位他位階這麼低 這是安全的 安全的股票 2357的華碩 華碩基本上之前就有宣告出來 他股力發的不錯 直立率到目前都還有6% 他的12月的一個財報繞出來 12月的營收繞出來 年增率5成多 非常好的成績單 外資連續兩天大買3000多張 基本上這個地方多方 拉回找買點 如果你想操作這種比較高價的股票 量說拉回找買點 3707的漢磊 漢磊是GN跟SIC的個股 基本上漢磊他的走勢 目前就是多方 而且各位他是全台灣目前SIC 已經能夠繳出產能的公司 所以電動車的公司都會找他 我電動車公司基本上 你台灣要找合租廠商 應該就會找漢磊 所以漢磊的題材性在這個地方 當我從來比率都連續兩周攀升 拉回都不離不棄 今天終於開始出現明顯的轉槍 我認為這檔個股有機會過高 有機會過高 當然他是屬於比較轉機性的個股 因為目前是虧損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想操作的話 你就防守好大量成交區間 沒有跌破狀之下 我認為有接續推 3707的漢磊OK的 OK題材性十足的標的物 其實各個股 我們就要回答我們系統化群組當中 投資好朋友持股問題 首先來看到的是1313的連城 連城化工 今天疊也比較慘 跟今天疊也比較深 這個地方 各位這是之前我幫學員規劃的大量成交區間 今天有破嗎 今天還沒有破 對吧 而且來到白色小路多空線的位置 這個地方就是 多空交戰點位 60WMA在黃色均線 沒有顯著跌破的話 你還可以續爆 你還可以續爆 今天有沒有量 15000張 今天可能有點跑貨的狀況 不過你就先防守60WMA 破了你再走 破了你再走 否則目前化工 我看報價還有在漲 化工的報價還有在漲 你就先防守這個地方 60WMA給你做參考 3546宇峻 遊戲股 宇峻基本上的題材就是什麼 寒假來的嗎 這遊戲股的寒假題材 外資在昨天有買 那今天創高小拉回 OK創小拉回 那這樣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他的慣性就是拉回到20WMA就會直穩 拉回到20WMA 那目前看特定的價格 這個地方平台累積的成長其實並不多 其實並不多 那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波段的防守 就防守最近紅K棒的第一點 或最近這個紅K棒第一點 就是短線跟波段的防守 兩個位置給你做參考 那基本上是有繼續推的 寒假的效應應該是有機會往上帶動他 當然遊戲股你說最強的 或者是我認為比較好的 比較優質的 3293的星象 星象也不錯 這個博弈產業的博弈機 也是做的還蠻好的 做的蠻好的 投信也有在做低檔的卡位 所以基本上這類型的個股 我認為在大盤15000點之際 這也是價格有點委屈了 價格有點委屈了 所以如果遊戲股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認為是可以的 接下來也有旺季效應 493的雅電 雅電 雅電多方 今天尾牌寫一下再拉上來 這可以 這ok的 雅電基本上你說要怎麼防守 這個地方的防守點 小路看一下 你可以防守這個跳空缺口的 紅K棒的下緣 大量程度區間 也是這個地方有個綠色的20bm 他快扣底上來了 這個地方是雙重支撐 理應不能跌破 如果真的跌破代表 這場個股上面已經出現麻煩 上面有一堆套牢 你就要馬上閃人了 你就要馬上閃人了 那只要這裡沒有跌破 應該還有繼續續推 我認為你可以續爆 2328的廣宇 廣宇間漲停對不對 紅海集團切入到電動車領域的個股 大標 這個股翻倍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大股床比例又大幅度攀升 這個繼續往上攻的機會還是有 只是這樣的個股你要怎麼操作 各位如果你這裡是空手的 你想追 你就防守最近紅K低點 一直都是這樣 這種斜率都是這樣 防守最大量 或者是最近的紅K棒低點 不破廣宇有機會續攻 這電動車目前的想像空間非常非常大 最後一檔 雅光 各位 雅光我口袋名單耶 雅光我口袋名單 他做什麼大家知道嗎 雅光做的是車用的鏡頭 他接到誰的單子 他叫特斯拉單子 接到特斯拉單子 然後股價還在這裡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各位 他有沒有落後補漲的空間 外資最近在買什麼 不就在買電動車題材嗎 不就在主力 不就買電動車題材嗎 大戶籌碼持續攀升 不就在買電動車題材嗎 雅光我認為可以 我認為可以 這是安全的 安全有題材的標的 因為機器真的很低 大量區間不破 雅光拉回找買點 雅光拉回是找買點的 這檔個股拉回請你找買點 後續我覺得續推 機器這麼低 又是特斯拉公司店 外資買成這樣 這可以 各位是安全的 安全的 這檔個股 就給各位同種做一個參考 當然這是我的口袋名單 我的學員們 你只要留意 你只要留意好 我什麼時候要call進去 我什麼時候要call進去 你就留意好我們的訊息即可 好了我們今天回答完所有的 投資朋友問題到這地方 那還是邀請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選股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想跟上我們一起布局 新的精選股的投資朋友們 聯絡小路投資日記 臉書粉絲專頁的小編 一起加入我們 我們一起來努力 今天影片內容就到這地方 祝福各位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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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